3月9日,星期二,這個惡魚潭 是一個中國武漢肺炎弄了我們香港人 年多兩年,我們的生活大受影響 亂七八糟這單刀,是不是這樣說? 很多生活上的便利都被他打亂了 吃飯又限時限後,戲院又不敢去 去到現在可以讓我們看戲的時候又沒有戲看 加上UA縣線也執勾了一粒 去人多擠迫的地方,又怕中了一個武漢肺炎 中了武漢肺炎,又要去給人家機留十九幾天 不肯中了,你打這個疫苗又怕死 中了一個科興疫苗之後,分分鐘又出血性的中風 真是含得像皮糖 那怎樣搞呢? 沒有,就是遠離一些煩囂的地方 可以親親戴自然,很多網友都希望在放假的時候 去行山,或者遠頂一些離島的物體 避免人多擠迫的情況 很多朋友都很喜歡周日去行山 順便拍一些風光明美的香港風景 你也知道了,香港又有島,又有山,又有海 加上南天白雲 尤其是現在一個,未是這麼冷熱 又不是經常下雨的時間 真的拍一些照片出來 走完山出身巷,都是非常之 身心看泰為之非常好 但是一個不小心,你去開一些熟悉的行山景點 突然之間發覺,你熟悉的地方 都多了一些東西 你的生活和你這個行山地點 又發覺為何被人擾亂了呢? 就好像近來有網友去龍脊去行山 就見到,大概走到龍脊近五十米高的時候 有一個大概是1.7米高 好像一個爪形的物體的木雕 那麼,開真點是甚麼火呢? 那些木雕呢,就像一隻爪的物體 那麼,你也知道了 香港很多港女喜歡穿梨勤行山 走到她上去上面的時候 哇,見到這麼奇怪的東西 嚇到她飆尿,弄濕了梨勤 就不想碰當 所以大圍為之緊張 亦都非常去投訴 說這個破壞了大自然的景色 那麼究竟這件事是甚麼東西來的呢? 那麼,漁農署就馬上去解謊 就說他們主要是做一些試驗式的設計 他們做了很多initiative 你也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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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劏房波 撥了很多錢 讓我們可以改善我們這些行山的山徑 可能漁農署在這方面也可以分錢 做一些有趣的東西 例如做一些太陽林的廁所 或者改善這些行山的路 你改時改,你千萬不要放石屎路就行了 那麼好了 但是他們 take this initiative 做一個爪類的物件是甚麼東西來的呢? 有人說就是他們用來測這些風向 擺在一些當風當眼的地點 測量一下風量 會不會將它們吹塌 而這個雕塑 這個漁農署也解說 他也是用之前一些不穩同的颱風 吹塌爛了的一些樹木 然後改建成了一個爪形的建築物 但是旁邊動了很多木柱 原來他們的解話就是 這些是用來整遲一些欄杆 由人去打卡 拍照 以及在自拍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安全的保障 但是很多網友就覺得它不妥當了 因為在這個爪形的物體裡 還有一些不知名的符號 旁邊就是插了幾個棵 這個不認同的大橙 喂 立即就聯想起一個 很令我們的香港人的香港人 但是 屌尼老尾馬上 立即動了 架 起了一架 全都被拆了一件這些物件 就叫做這個 鳳凰山的 這個 心經簡林 那究竟 這個龍脊上面 這個三隻手指的爪形物體 是不是另一個屌尼老尾 心經簡林呢 為什麼這樣起了鋼 原來有很多人就是相信 因為這個心經簡林 就故意簡林到香港的這個 守護這個吉祥獸 大龐金治鳥 火鳳王 這個龍蜜所在地 然後就用這個大木槍 圍著一個八字形 在一個龍蜜那裡 就釘了下去 然後在木槍上面 就黑准了這個波苛 這個潘若多羅蜜的多心經 就寫了心經在那裡 就鎖死它 就彷彿變了一條巨蛇 然後纏繞著這個鳳凰 這隻神獸 然後就吸乾那些滷血 嘩 馬上又想 近來回頭 好想多的這些政策 都是綁糕死我們的香港 又搞政改 又逼狗為打 這個中國武漢肺炎的疫苗 打到死這麼多人 又將我們的年輕人 扔進去監獄裡面 又將我們的民主鬥士 明明都可以保釋 又不肯准它保釋 又搞黎智英 所有這些反對派都要給你 打壓禁聲 整個香港都要哭 到你物不透風 究竟這個龍蜜 這個三爪的物體 是否另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什麼風水陣 之類之類的東西 當然 鹹濕超 第一時間 就馬上跟我說 喂 鱷魚 我查到這些資料 如果是三隻爪 其實就是代表 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那我是什麼東西來的 代表鳥仔 這樣說 是嗎 那五爪代表什麼東西 五爪當然是金龍 代表皇帝 而四爪就是代表這些官 或者是黃族的成員 那三爪通常也是高官 又或者是等於一些 好像我們的鳥形那樣的物體 而現在看那個物體 就好像一隻死雞撐飯蓋 那樣的情況 整隻爪就向上 好像反了一套 那些又中了琴流 死了在街上的白鴿 那些鳥爪就是這樣的情況 那究竟是不是這樣呢 那當然漁農署就解釋了 所以說不夠是 還即時就是以這個 尊重這些市民的意見 破壞這個大自然 和附近的這個 湖江山色 不能吻合 立刻就是採納這個民意 立刻就拆夠了它 這樣說 那好了 那我們就去看看 究竟這件事 究竟是不是真的 漁農署所說的實驗性質 屌你到底 從善漁流 就拆掉它 就不能再在這裡 那樣 但是的而且確 香港又好想多這些 所謂破壞風水 又或者是緊沽香港的建築物 當中 以好想多用這個長蛇 作為這個建築的形狀 這個設計 那剛剛所說的 這個鳳凰山上面的 心經簡林 那還有在高鐵和廣珠澳大條 長長的一條長蛇鎮 進入了我們香港的水域 而這個港珠澳大橋 即是這個高鐵 也有一個安全島 也很像一個巨型的蛇頭 如果各位去到中山公園 在中山公園的海旁 也看到很多像蛇仔的物體 有這些不等同的雕塑 走開沒有多遠 就是這個西碎的香港島出入口 一看下去整個繁鏟頭 看回對江西九那邊 近戲曲中心旁邊 也都像有一個大蛇頭 那好了 現在我們也有這個 中環的繞道 大家一看下去中環的入口 和這個北角的出口 也都好像有一條大蛇頭 那樣的情況 尖沙咀也有一條星光大道 沿著海旁也有一條海濱大道 現在這一條堅離地城 也都開通了一個海濱大道出來 沿沿向旁也有一些蛇仔型的道路 圍繞著你的香港 那如果你這樣說 又好像很像 很像 很像多這些建築物 要緊箍在香港 是要箍死這隻 香港的守護神獸 所謂的大龐金治鳥 是要吸乾我們的血 那好了 但是如果你問我 這次究竟叫做堅還是樓 是不是真的一個 想破解香港的地運 破解香港的農民 破壞香水 香港的風水設計 我就會比較相信 這次這件事 都是漁農署玩了 玩了過頭 你也知道 很多公務員 其實都在吃甜筒 完全不知道 香港發生什麼事 稍微上網 看下屌你老美 香港的網民 最忌諱什麼事 最忌諱的事 是懷疑政府 要哭咎死我們香港 不斷做 research 你那些屌你老美 將這條爪 翻轉 還要不按屌咎 加一些 symbol 在這裏 你就會引致 人們無限的聯想 還要插多幾條木 你不要以為 和鳳凰山 心經簡淋 尿你老美 有互相揮影 互相招呼的功用 實情人們馬上想起 是否又想釘死香港 和你簡淨一路 尿你老美 行山熱點 叫做龍脊 來哭咧 大哥 那你不就是想找香港來玩 當然 在現在這個多事之秋 聰明的公務員 我勸勉的大家 正正宗 不做就不錯 少做就少錯 最好就是 不要搞錯 否則 你亦都會搞到 很多網民 這些不必要的情況出來 又要去投訴 又要去解決 還要去拆勾 去拆勾 根本整件事 就是這個奴民相財 我亦都有一点 我相信 這件事 不肯是特區政府 奉了中共之名 勘勉就走到龍脊 裡面落釘 去打打死我們香港的地運 因為不肯是打死 我們現在已經欺負了臘肉 屌你老母 氣都不肯方式喘得下 再按多一下下去 真是正宗 全包散 屌你老母 不肯是大盤金字鳥 真是正宗 這一個大盤 這一個的拜拜鳥 或者變得了 今次的混賤鳥 再搞下去香港 屌你老母 就屌你老母 真是沒得救雲歸天國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真是屌你老母 給予一些清淨的屌你日子 我們的香港人 我們真是不想 你有這麼多漂亮的地方 讓你強行搞壞它 當然 如果這件事 真是中共強行下釘 搞壞它 我就可以告訴大家 無論大家怎麼屌 怎麼賣 怎麼吵 中共都是不會收回 繼續是會插釘 是繼續要把這個死雞 繼續去撐這個飯蓋 君不見 近來已經有三個人 打過這個科興疫苗 屌你老母 死亡了 雲歸天國 證明了這個屌你什麼的疫苗 是最有效的 為什麼呢 打完之後 你再沒有機會 再種這個中國武漢肺炎 剛剛今天收納到一個消息 再有一個打了科興疫苗的 這個香港人 出現出血性的中風 而當然 我們一眾的香港的專家 亦都是屌你老母 死亡 死到屌你老母 都是證據確鑿 打完疫苗 會有招致一些致命性的反效果 仍然都說 數據到目前為止 都是不能顯示到 打了科興疫苗 是會中招屌你老母 玩屌 去到這樣的情況 都仍然是死亡 說真的 如果是這麼重要的一件 屌你老母 風水雕塑物 是要鎖咎著我們的香港 你老母 出了英國的 沙白王后號 屌你老母 進來維多利亞碼頭 去解救我們香港 他都不會屌你老母 剷咎著這個目標 所以我也是相信 這次這件事是漁農署 是漁農署 是漁農署 做漁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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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自己拿來煩 搞漁 亂當 現在又要自己去收拾 這個舊包袱 但也可以告訴大家 香港市民已經被特區政府折磨到屌你老母 成為驚弓之了 任何一句風吹草動 我們都會覺得這個政府是搞咎我們 一個政府失信到如私的地步 做任何事情都會被人屌老母 這一個問題究竟是市民的問題 還是你作為行政特區首長的問題 我想林鄭月娥在這裡抽屈 你現在還在北京開會的時候 你應該不妨去想一想 怎樣 你剩下的時間裡被人屌少些 又或者當你進去北京的時候 被人用這個肝門式指 看看你屌你有沒有探望你的屁股 有沒有懶惰了中國武漢肺炎的時候 被人插肝門 得到一點快感的時候 希望你已明白到 一小小的快感 我們香港人都會好運開心 你們千萬不要再搞亂我們的香港 MIHKTV的觀眾大家好 2021年到的營運基金眾籌計劃已經開始了 今年我們希望可以達到40萬的目標 去支持我們2021年的公司營運 希望各位可以鼎力支持MIHKTV 等我們可以繼續為大家發聲 和製作更高質素的節目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們 都可以用以下幾種方法 各位可以銀行入售到匯豐銀行 恆生銀行和工商銀行 可以PayPal去我們的公司戶口 亦可以PayMe或者轉數快 如果你是加拿大的觀眾 海外的觀眾 都可以選用這個方法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打來39558673 或者WhatsApp我們 希望各位繼續支持MIHKTV 啦